蠻多是我們證照考試會考的 包括信用狀 我們等一下要上到的信用狀內容 還有單據的一個填寫 所以這邊的話 我先介紹我們的一個證照考試 這學期有兩個證照 跟國貿十五相關的 那這邊證照考試的部分 第一個國貿大會考 那國貿大會考的話 報名的時間是在3月 所以3月3號到3月31號報名 那考試的話5月31號星期六 那台南的話是在光華旅中 那高雄、台中也有考區 所以你們自己可以斟酌看看 是要在哪裡去考試 所以這邊31號考試 那備用的話是它有分個人跟團體 團體的話是20個人以上 450打9折啦 所以四百五 所以這邊的話去年他們大概是AB兩班 2A跟2B兩班合起來有超過20人 所以他們是用團體報名的方式 那如果不到的話 當然就是個人自己上網報名就好 那團體報名的話也都是上網報名 所以到時候大概3月的時候 你再看一下看你們班的班長 跟A班的班長去看一下 兩班要報名的有多少 如果有達到20個人以上的話 就是團體報名 那團體報名、團體繳費 那都是上網去操作 所以直接在網路上寫 打上國貿大會考 就可以到網址那邊 它可以有一個線上報名的部分 所以這邊是它的一個費用部分 那再來的話 它的題型的話是4選1的選擇體100題 所以全部都是選擇體 包含我們說的價格計算 包含單區的填寫 全部都是用選擇體的方式 總共100題 那60分就及格 所以答對60題就及格 那答錯的話不到空 那這邊的話 我早上有收到他們寫的信 那今年是第9屆 所以它過去有8屆的一個考古題 我上學期有拿那個本子給你嘛 對不對 它的一個歷屆試題的一個會編本 那個的話歷屆試題當中會出30題 換句話說 你只要把過去歷屆試題800題 那當然很多是有一些是重複的 所以大概只有6、700題 裡面就會有30分 30題的部分 所以會有30分 那其他70題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它縱使題目不一樣 可是它概念是相同的 所以原則上來講 這個東西國貿大會考 我覺得應該是不難啦 好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 就是你要注意時事的部分 所以時事的部分它也會考 所以這邊國貿大會考 因為5月31號就考試 所以到這個時候 大概我們的課程內容 還沒有完全結束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們自己自有報名 我不那個強制一定要參加 那考完如果那個成績 大概6月多就會出來 所以考完如果有通過的話 我期末成績總分加5分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有考過的話期末總分我加5分 那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報名可不可以加分 我不加分 因為那個的話 因為報名就加分的話 會有一個現象就是很多同學 就花500塊 然後就來跟我加分 然後最後也沒有認真去準備 我覺得這樣子很沒意義啦 好 那浪費錢 那等於是你浪費了自己的一個錢 我覺得用錢來買分數不好 所以我覺得你考慮清楚 好 那你覺得說 這個到5月31號 目前來講還有好幾個月 那你如果可以好好的念 那要考過的話 OK 好 那他有獎學金 針對在學的學生有獎學金 第一名3萬塊 第二名2萬塊 第三名1萬塊 再來的話有5千塊 3千塊跟1千塊有好幾個名額 所以總共有33個有獎學金 好 所以最低就是1千塊的獎學金 好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拆拆看 那如果你覺得說我今年2年級 我剛學完我去考沒有把握 那你也可以等到3年級4年級 好好的再去拚 甚至你目標就是拚第一名嘛 好 我之前也有學過 也有同學這樣拚到第一名3萬塊的獎學金 然後在學校也有對等補助3萬 所以就拿了6萬塊 好 所以這個的話 你可以斟酌看看你的一個準備的狀況 好 只是說今年的話 歷屆考古題有30分 那我覺得30分再加30分 要及格還滿簡單的啦 應該不難啦 好 再來第二個的話 這個也是你們的畢業門檻啦 好 我們系上的一個專業畢業門檻 國貿大會考也是 好 所以國貿大會考跟冒餅都是 好 所以這邊的話冒餅的話 當然相對於國貿大會考來講 你們也許會覺得有一點點難度啦 因為他這邊的話 他是分學科跟術科 那我們先看時間 那這裡的話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同學都要去報名 好 一方面你也可以抵我們系上的一個專業證照 二方面對你來講 國貿系的學生畢業 你有一個證照對你來講也是一個證明嘛 好 所以這邊5月6號到5月15號報名 那考試的時間是7月20號台南同樣有考區 那因為他是在暑假 所以這邊的話就你們自己斟酌看看 你們暑假是不是要回家 那在你家附近的考場是不是比較方便 那原則上我記得冒餅的部分 個人報名跟團體報名好像費用是一樣的 所以為了免除麻煩你乾脆自己個人報名就好 因為團報的話不能選考區 那各報的話你自己可以選擇你方便的一個考區 所以這邊的話5月6號到5月15號 那報名表的部分全家萊爾夫跟那個什麼 另外一家叫什麼OK好都有 不是我看7好像沒有的樣子 所以那個全家萊爾夫跟OK都有 所以你可以去買 那之前上學期我們學校也有同意購買啦 好 所以這邊的話你稍微注意一下訊息 看學校還會問會不會有同意購買 所以這邊冒筆的部分原則上我希望每個同學都要 好 再來的話只是說因為他7月20才考試 所以他的一個合法證照大概要到8月9月份 所以我們學期結束 那當然我這邊就沒辦法幫你們加分 所以我去年是成都同學 如果說三年級還是有學我的課的 我就是你可以拿冒餅的證照來跟我加分 好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我加分的話會加在三年級 好 再來的話費用770 好 770 那這邊的話當然他分學科跟速科 學科的話是公開試題 所以就是我們之前所看到800題當中 好 所以這邊800題考80題 好 所以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學科原則上我到目前為止 大概只有聽過 有聽過有人沒過 一兩個 那個真的來跟我講錯話沒過都被OK 因為那個的話完全一模一樣的題目 好 大概目前為止我大概聽到一到兩個沒有過 所以學科的部分一定應該會過 那術科的部分我們之前說過商用英文 包含書信的部分包價單等等 好 所以商用英文 再來的話就是那個價格計算 出口價格計算20分 我們上學期練習了很多 好 所以價格計算20分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信用狀 信用狀的一個回答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會看到信用狀 內容了解之後回答他的一個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流程 好 流程10分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那個流程全部把背起來10分 完全一模一樣 另外的話就是那個單句填寫 單句填寫我們會在18章會看 好 所以18章我們到時候會讓你們多練習 好 所以原則上術科部分 我是覺得他題目到現在會越出越難啦 好 可是原則上還是不脫離那些部分 所以真的多做練習 術科多做練習一定會過 我甚至去年跟他們保證一定會過 所以去年大概通過的還蠻多的 好幾十個 那費用的話770 那原則上你如果只通過其中一個 可以保留兩年 兩年內再補考其他一個就好 所以學科沒過要補考學科的話 比較便宜200多 那術科沒過的話比較貴650 好 所以這樣加起來其實800多啦 所以我當然就是希望說 你們一次就考過770 好 不要浪費 好 所以說這邊的話是 國貿業務筆及技術士 那到時候的話我希望同學都要報名 然後我會請同學拿你的報名的給我看一下 好 讓我登記一下 這個秉級學校有獎學金 500還是250 我忘了 因為那個要派學校經費啦 之前是500啦 可是後來有一年是說只有250 那以前國貿大會考也有獎學金 後來沒有經費之後好像就沒有獎學金 所以這邊的話都還要再問 那至少秉級是一定有獎學金 好 所以這邊的話是那個證照的部分 好 跟我們相關的 那你們今年上完課就可以去考的 所以其他還不能考的我就不講了 OK 好 所以這邊是證照部分 好 再來第二個的部分就是 剛剛同學看到的參榜 海關的參榜 那這邊的話我剛剛說過 他是我們是搭順風車啦 因為四年級有一個 我們請一個海關官員來上一門課 叫做海關食物 好 那他就一直很積極說要安排參訪這樣子 所以他車子也幫我們訂好了 他訂兩台 好 不過他那個的話 我們是覺得說因為他是海關食物那個課 所以是以大四有修那門課的為優先 那所以剩下的部分就是我們可以去參加 那這邊的話是5月16號星期五 我知道你們好像是採館課吧 好 早上好像是採館對不對 那所以拆館的部分的話我到時候再看看 如果參加人多的話或怎麼樣 我再跟拆館老師借課或者是跟他調課 好 所以這邊是參法部分 那行程的話這裡第一個高雄機場的海關啦 好 所以到海關那邊 那這邊的話我自己安排的話那邊是要收費啦 但是他說如果是他安排還要收費 你就太遜了這樣 所以他安排是機場的部分不用錢啦 好 那我們我之前要安排的話 他是一個人要收100塊的清潔費 因為那個的話高雄機場 我們主要是去參觀物流中心一個華廚 所以那個不是公家機關 他是私人公司啦 所以他可能太多人去了他覺得很困擾 所以他乾脆就收那個清潔費100塊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 會到那個後面去看他的一個物流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一個相關分關 這個是那個海運部分 分關部分 海運部分 所以他會去看貨櫃場 原則上每次帶學生到貨櫃場那邊都很興奮 因為看到那個實體的東西 好 那這個的話當然就是會比較危險啦 因為那個很高 然後又卡車這樣跑來跑去 貨櫃車跑來跑去 所以那個可是有去那邊 學生都覺得好興奮 然後甚至有一年大熱天 大概五六月吧 那個溫度很高 真的進去貨櫃裡面 出來全部都滿身汗這樣子 那個貨櫃裡面 好 所以說這邊的話 5月16號 所以這邊目前來講 我還沒有辦法跟你們確定說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去 所以一定會有人可以去啦 好 但是有到多少人不知道 那這個的話要不要去 因為這個要費用 包含遊覽車 包含午餐 包含保險費 所以一個人400塊 所以到時候的話 我們再看看有多少名額 可以讓你們去然後報名 那如果超過名額的話 我們就看出席狀況來決定有誰去 OK 好 所以說這邊的話 就是看一下法官的參法 好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的一個成績評量 還有上課部分 那原則上我還是排座位 好 所以剛說我先拿下去去填了 所以一排座位來上課 所以一樣我現在學期到期末的時候 我會看一下誰的座位表還是完全空白的 我們再來看看 看我本來說想要買糖果的 因為那個生命假如說 蛤 要比喔 沒有啊 不是我講的 有啦 你上次問我說是比嗎 是文具嗎 都好啊 對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要買糖果 可是 算了 覺得那個買文具最實用 嘿 最簡單這樣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到期末 所以我這學期的話 我會期末考的時候 或是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我們就結算 好看誰是空白的 好 那一個小小的一個文具這樣子 或是看什麼東西再說 好 再來的話就是成績評量部分 一樣我覺得那個筆試還是最簡單 也最公平啦 那雖然筆試真的沒有辦法 完全代表你的用心程度 但是至少還是有一定的一個評量 所以這邊平常成績部分 期中考 期末考 好 期中考跟期末考 平常成績部分 我的部分小考 好 一樣還是會有小考 還是會有作業 還是有出席 那出席的部分10分 小考作業也各10分 那所以原則上我就是會點名嘛 那點名遲到的話我就是扣3分 我們缺況的話扣5分 那所以原則上來講 一個禮拜上課大概點一次 可是如果有時候看到狀況那個的話 我們會點2次 點3次 點幾次就是算幾次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是那個平常成績部分 我的部分有30 那這學期我申請了兩個TA 要好好的抄你們 幫助你們 可以通過我們的徵早考試 2張嗎 蛤 2張嗎 對啊 我當然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2張都OK都考到手不是就很好嗎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至少通過1張 好 所以TA的部分 我給他10分的一個權限 所以等一下9點50 我會請那兩個TA來給你們約時間 所以那個TA部分 每個禮拜考試練習考 好 所以包含學科跟速科 所以一週考學科 一週考速科 那考完 那原則上 我會請他給你們答案 那如果說你們對那個答案 或者是對那個題目有特別有需要解答的在做解答 所以TA的功能的話 原則上就是Push你們去考試 那之前我沒有給TA分數的時候 那個同學要嘛就過來 好 要嘛就沒念書就來考試 那個真的是量費我們的資源 所以因為那個TA也是要出題目 也是要印考卷啦 好 所以我會希望說TA他會給先給題目 我會跟TA講下個禮拜 那要考的範圍 譬如說學科哪一個單元第幾題到第幾題 先範圍給你們 那範圍不要太多 那你們要有念這個才比較重要 好 所以會先給範圍 然後做練習 所以一週考學科 一週考速科 好 那有問題的話就跟TA做討論 那TA如果真的沒辦法解決的話 我在上課的時候再跟你們講 好 所以TA的部分會考試 好 所以等一下他會來跟你們約 看你們什麼時間比較方便 好看的是今天像禮拜三下課之後 12點半考試 還是說你們要在另外約空堂的時間 OK 好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10分 好 再來的話 期中考一樣30分 好 期末考30分 OK嗎 可以齁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囉 沒問題齁 好 OK 好那就看看吧 好 就可以了 可以結束了 感谢观看